有三個地方,有三個鄉是屬於山地鄉,就是圓民鄉 可以看最左邊三個,有夠大吧 秀林、萬榮、卓西,三個圓民鄉 這三個圓民鄉都是卡在中央山脈 其中這三個圓民鄉的百分之九十的土地 都是中央山脈,都是山地 我自己不講雪山啊,就是中央山脈 那各位看一下秀林鄉,秀林鄉在最上面這一塊 秀林鄉,秀林鄉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中央山脈 你看更多耶,它更多的中央山脈,平地非常的少 但是它有它的精華所在 在秀林鄉這塊地方,秀林鄉的泰魯閣這一塊 各位聽過台泥嗎?台泥跟亞泥對不對? 台泥在這邊的礦產,它的運產量一百五十年 台泥在做什麼?是水泥啊,台灣水泥嘛 水泥怎麼做?它不是挖水泥出來啊 水泥是要有四樣東西所組成的,基本上四大樣 第一個,碳酸鈣,CACO3 這個國中交過 第二個,叫做二氧化錫,SIO2 第三個,叫做黏土 黏土也叫做,黏土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錫 哇,你看右手邊多漂亮啊,鬼斧神功啊 第四個,叫做鐵砂,FE203 叫做,就是鐵砂啦 所以在花蓮港這邊,我們也是要進口很多的鐵砂 剛剛我講的是一樣,我們台灣只有碳酸鈣 剩下的什麼都沒有,就石灰岩啦 我們只有石灰岩,剩下的三樣都沒有 全部要進口 所以我們要把水泥做出來,也需要其他三樣的東西的支持 好,亞泥在這邊,亞泥在這邊更狠 各位看,泰魯閣這邊 以台泥來講,是在泰魯閣以北,就在和平那塊地方 那個地方算是鐵砂